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是6月4日 那我们就来聊聊六四 那美国的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顾问于茂春 他最近做过一个访谈 他里面提到非常精彩的一个概念 他说天安门运动的七个星期 是自从共产党统治以来 中国的老百姓最自由 最没有恐惧的七个星期 因为自从共产党统治以来 中国人无论你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方方面面你要恐惧的事情非常的多 你的户口 你的签证 你的护照 你的学校单位 你的亲戚朋友 父亲母亲 都使你觉得时时刻刻被共产党所控制 时时刻刻有可能被共产党所惩治 你是活在这种压力下面影响了你生活中的决策的方方面面 但是呢 只有天安门运动的这七个星期是例外 就在这一段时间 尽管是如此的短暂 但是中国人 中国的老百姓 摆脱了这种恐惧感 不再让共产党来控制他的生活中的决策 所以说他认为这是天安门运动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可能有一些海外的朋友啊 尤其是没有生活在共产党治下的人 他不太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很多人他都以为只有像反共的人呀 或者是对共产党有意义的人啊 他才会感受到这种恐惧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啊 就是哪怕你是在一个小粉红吧 我们说 或者是一个对政治非常没有兴趣的这样一个岁月静好的人 你也不可能不感到这种压力和恐惧 只是说你感到的多寡肯定是有不同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很多人知道 现在中国有一个社会信用体系 但是其实很多人不太知道的 就是中国一直有一个东西叫做档案 这个档案会跟着你一生 而正常情况下 你一生都看不到这个档案中写了你什么 但是它是如此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无论是工作 求职 升职 加薪 平定 职称 所有你生活中的待遇 包括你退休的待遇 你的这个养老 甚至是你人生中所有的重大的事件 都要去查你的档案 而档案中写了你什么你是不知道的 那我记得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贴这个档案 我就意识到这个档案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当时我其实不太记得是小学还是初中第一次写档案 反正就是大概就是在你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最后一年你要写这个东西 当时老师好像就是发给你一张纸 就是让你写 就是你的这些基本的个人信息 你的父母 你的这个 我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还有没有家庭成分了 那是过去的 就是在文革啊那一阵子的时候 档案中肯定是要写家庭成分的 你是不是还有无类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 因为是改革开放了嘛 所以说可能已经没有家庭成分这一项了 但是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精神面貌 就是你的父母是不是党员呀 这个他们的工作性质啊 这个是一定有的啊 你是党员团员什么的啊 这个精神面貌啊 家庭的精神面貌一定是有 那最可怕的其实是这个评价啊 评价就比如说 我要去给我的同学写这个同学的评价啊 那别的同学要写我的评价 我的老师要给我的这个档案写评价 你这个上学期间表现如何呀 你的这个爱不爱党爱不爱国呀 就这一类的 而我永远不会知道这个评价写了什么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当时我去给人家写评价的时候 我当时就想说 天哪 那我又不知道别人怎么评价我 那会不会我平时得罪了什么人 或者是我跟谁玩的不好 那偏巧他就是来写我的评价 那将来我一辈子怎么办呢 对吧 那你说我求职啊 我考学啊 这一切都都有人来看这个东西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说 哦原来有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其实看到很多台湾的 有一些人回忆 当时在戒严时期 就有人就是监视这些比较活跃的 关心社会的人 但是他毕竟不是大规模的 而且他毕竟是一种 怎么说呢 你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有这些人 有这些人在写这些东西 他也不会形成一个成体系的 去查档案的这样一个公开的 完全是这样 写入所有的行政手续的这么一个规程 比如说我们家里面 就有一个人 他当时是这个实习的时候 工作实习的时候 可能当时跟那个负责教育 教他的这个人 可能不是特别的愉快 但是他也没有放在心上 结果等到他这个开始工作之后几年 要去评定这个职称 像中国这个评定职称 就是说去根据你的工作的年限呀 工作的表现呀 他去评你的这个档次 然后他这个档次呢 就直接跟你的工资待遇 你的一切这些东西都挂钩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结果他平支撑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就接到一个 这个机关部门电话 就说 有人在你的档案中 写了非常非常不好的东西 你快来改 其实这个人 这个机关人员 跟我们家里面这个人 他是素不相识 但是那个时候 已经是改革开放了 八几年 所以说人们已经开始 知道档案这个东西是 是坏的 是不好的 是不该用一个档案 一张指定一个人的一生 所以那个时候 素不相识的这个机关人员 就打电话就说 你快来改 那结果 我们家里这个人 就赶紧跑过去 用那个刀子 刀片 那个尖尖的地方 就把这一段 非常非常坏的 这个评价给刮掉了 而这些评价是匿名的 这些评价是匿名的 所以就是说 任何人都可以在 你的档案上 写任何的话 甚至都连名字都不留下 那当时我们家里这个人 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谁 写了这么一段 很坏的评价 那当然只是说 从他的口气啊 从当时的这个 年限啊 他可能是怀疑是当时就是 跟教导他的这个人的 这种冲突导致的 那其实这个档案 这个东西啊 基本上就能够体现出 中国人啊 对于共产党啊 所施加的这种控制 和这种惩罚的这种恐惧感啊 那什么时候啊 你会冲破这种恐惧感啊 我觉得许章润说的很好 他说愤怒的人们就不再恐惧了 那就是愤怒啊 愤怒 天门运动爆发的背景 就是这样一种愤怒啊 大家知道的比较多的 就是当时的这种贪腐 还有这个官导啊 像这个官导 它指的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是一个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 粮库的一个保安 但是你就可以 因为你是保安啊 你就可以把粮库里面的粮食 拿出来去倒卖 换钱啊 这就是官导啊 所以当时贪腐和官导 是非常严重啊 但是当时中国 中国社会还有两个背景 我之前都跟大家提到过 一个是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是1978 79年开始的 在1982年的时候 在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发现中国人已经超过10亿之后 就写入了国策 而且写入了宪法 也就是说 中国人的生育权 归共产党这件事情 是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 宪法 那当时他实施计划生育的手段 那就是强迫堕胎 强迫绝育 这个罚款 而且是高额的罚款 让你倾家荡产的罚款 甚至是非法拘禁 人身的这个殴打 那是这样来搞的 所以说大家都听过 是个宁可血流成河 不可超生一个 宁建十座坟 不生一个人 之类的 那肯定是会造成民怨沸腾嘛 你这么搞下去 那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是他的背景 就是严打 我之前跟大家聊这个千岛湖事件的时候 聊过严打 那当时是在1983到1987年 不到四年 杀了多少人呢 杀了两万四千人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冤案 那我来说一下 他的这个口号 叫做 这个可抓 可不抓的 坚决抓 可判可不判的 坚决判 可杀可不杀的 坚决杀 可杀可不杀的 坚决杀 所以有没有冤案 那从这个口号你就能清楚 一定有 而且有大规模的冤案 而且他当时做什么事情 他是 把这些人判了死刑之后 就把这些人 拉到这个卡车上面 去游街示众 游街示众 而且就说 在各个学校 这种公共场合 张贴 这个游街示众 甚至是刑场上面 杀人的实景的拍摄 直接照片 拍 枪杀 这些人的 这个过程 放到校园 放到这些公共场合 给中国人看 看 说你看到没有 我们就是这样杀人的 所以现在有一些台湾的朋友 他可能觉得 非常震惊 发现说 为什么中国人 对于暴力中 这一种 甚至是习以为常的一种态度 甚至包括 有某一些 非常非常少数的中国人 他极度的崇尚暴力 就比如说什么 杀六亿人 这种口号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 从小就生活在这种 共产党的这个暴力 崇尚暴力 颂扬暴力 这个宣传中 那一定对我们是有影响的 那好一点的 可能就只是说 感到对暴力 有一种习以为常 那坏一点的 他走向一种 心理变态的 他可能就会变成说 他极度的崇尚暴力 歌颂暴力 崇拜暴力 是这样一种状况 那 整个天安门 七个星期 这种像狂欢一样的 这种自由 这个不受控制 没有恐惧的状态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6月3日的夜里 6月4日的凌晨 就在天安门就终止了 那当然在其他的地方 其实也发生了 类似天安门屠杀这样的 暴力的清场的事件 比如说成都 甚至在6月4日 6月5日 在之后也都有在持续 但是基本上 就是在6月4日 在天安门广场上 它是标志性的终止了 整个中国人的这么一段 自由的 没有恐惧的时期 但是他结束的方式 在有一些情况下 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 中国人完全就像楼椅一样 被中国的士兵射杀 也不完全 比如说我看到BBC 他采访了一个 当时亲眼目睹了 有这样一幕的 一个英国的游客 他当时就是在 离天安门不远的 一个楼房上面 他透过窗户 他看到了这么一幕 就是一个以杀人为乐的 共产中国的士兵 他当时是对人群 无差别的射杀 有三名年轻的女学生 就跪到他面前 求他 说请你不要开枪了 他们都是无辜的民众 但是这位士兵 就把这三名女学生 都射杀了 当时有一位年纪 比较大的一位男性 他想要过马路 他就举起双手 就示意这个士兵 说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想要过马路 直接也被这个士兵射杀了 但是当这个士兵 他把他枪里面的 所有子弹都射光了 他想要去换弹匣的时候 人群一拥而上 把他吊死在了一棵树上 人群一拥而上 把他吊死在了一棵树上 这就是当时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不觉得这样的事件有很多 我不觉得这样的事件有很多 那有很多士兵 他不见得一定是以杀人为乐 也有很多士兵 他只是想要执行任务 或者说他没有一个人 深入广大的人民群众 那但是这件事件 仍然我觉得他有一种隐喻 他有一种暗示 就像余茂春说的 就是这一次事件 天安门的大屠杀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人民之间 这种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 那么在这一个短短的 这一个天安门上面 这个士兵被吊死的事件中 我觉得他昭示了一点什么呢 就是自从共产党建国以来 所有对于共产党的反抗 都是以失败收场 无论是西藏人的反抗 这个维吾尔人的反抗 这个天安门事件中 中国人民的反抗 香港人的反抗 蒙古人的反抗 通通都是以失败收场 所以共产党他就非常非常的得意 但是就像这个 以杀人为乐的士兵一样 他可以杀掉这三个 跪在他面前的年轻女学生 他也可以杀掉这个 年长的想要过马路的中国男人 但是他总有换蛋霞的时候 他换蛋霞的时候 就会被人群一拥而上 吊死在树上 那因为我们可以 无止境的失败下去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失败几十年 数百年 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失败下去 但是我们只要成功一次就好 我们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好 所以这就是我对六四的 这一点想法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方便的话 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也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